小米和华为又杠上了 春节刚过 小米和华为就迫不及待官宣 要在本月22日召开新品发布会 其中小米除了要带来高端旗舰小米14 Ultra以外 还宣布这将是小米首场人车家全生态发布会 规格和排面可以说是拉满了 相比之下 华为的新品发布会更像是一场寄信安排 一款简单的折叠新品 Pocket 2 就像是专门为了狙击小米这场大型发布会而来 当然这样无伤大雅的小对决 也是这对老冤家在手机市场多年以来竞争的缩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华为方面大概率还是由于成东于大嘴担任时尚大使 主讲这场时尚盛典 但小米这边却是有着重大的人事变动 甚至可以说是自小米创立以来 对品牌形象影响最大的一次变动 那便是雷军终于要放权 不再当当小米旗舰手机的发布会主讲 早在二月初 雷军微博发文 表示公司决定任命卢伟兵为小米品牌总经理 在这之前 卢伟兵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 早就成为小米集团的合伙人 总裁 还有Redmi品牌总经理 本来在小米这艘大船上 内部的组织架构调整和人事变动本是常态 升迁和调职的故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让人真正感到意外的是雷军决定 以后小米手机发布会也将交由卢伟兵主讲 而卢伟兵上任第一枪 便是今年首款旗舰小米14 Ultra发布会 要知道 尽管小米作为一家早熟的企业 很早便走上了职业经理员的管理道路 但雷军作为小米手机的牌面 至小米诞生之初 便与其高度捆绑在一起 几乎就不会有人质疑 小米手机便是雷军 雷军便是小米手机 在早期 小米因为产能不足缺货 被外界高呼耍猴之时 雷军承担了猴王的称号 而就像乔布斯之于苹果 雷军也是小米手机的灵魂所在 这也让雷军收获了 雷布斯这一title 如此种种 都从侧面反映了 雷军与小米手机的绑定有多深呢 因此多年以来 无论小米组织架构如何调整 人事安排如何变动 雷军始终雷打不动 担任着小米旗舰手机 发布会主讲的角色 这种创始人与企业核心产品 高度绑定带来的影响力和话题度 本来是无法被外言取替的 直到卢伟兵的出现 2019年1月 雷军官宣 金利前总裁 卢伟兵加入小米 担任副总裁 从销售管理工作开始 卢伟兵在短时间内 迅速将原本的红米千元产品线 导造成如今我们看到 有性价比之王称号的 Redmi品牌线 双品牌战略的转换 极大助力了小米旗舰线冲击高端 在小米集团上 官方对他的评价是 依靠多年对市场的经验和判断 带领团队梳理战略目标 明确业务方向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除了业务能力出色 卢伟兵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 能说 会说 还敢说 出于营销的需要 国内手机圈大佬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 那就是 吃饭 睡觉 打友商 很不信啊 小米通常就是那个所谓的友商 毕竟雷军的偏偏君子企业家人士 注定了他不好亲自下场 过多放狠话 加上后期小米上市以后 作为创始人兼董事长的雷军 更加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对股价波动带来的影响 这时候 卢伟兵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出来乍到 卢伟兵几乎就把友商们都得罪了个遍 在微博里 在发布会上 各种阴阳怪气发言 信手拈来 可以说是把雷军这些年 在舆论场受到的委屈 全都还回去 甚至在卢伟兵的带动下 雷军终于放下了老好人企业家的形象 一句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不仅长势气 还他妈解气 雷军对外硬朗的逼面 也一下锋满起了 所以说 小米捡到这么一位技能干活 又懂老板小心思的得力干将 试问雷军怎么能不重用 而卢伟兵在小米的升迁之路 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副总裁到总裁 合伙人 Redmi品牌总经理 再到如今小米品牌总经理 拿下小米旗舰手机发布会主讲权 几乎可以认定 在业务实权这一块 卢伟兵已经是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也不怪网友在卢总评论区底下调侃 反米赴金 就在今天 你是故意找啥是不是 换一个角度看 在造车压力的重担下 雷军终于找到能够将小米手机业务 托付出去的人 也算是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毕竟雷军在成立小米之初便说过 创业最重要的是要找对人才 在一众新收编的复仇者高管门中 卢伟兵也算是很好的适配了雷军对于人才的要求 如今 距离小米创立将近14年 当年的行业搅局者 早已成长为一家市值3000亿的世界500强公司 成为制定规则的一方 而站在智能手机行业日渐示威的时间点 雷军这次放权 也可以称得上是无比体面 带着中国手机行业颠覆者最后的荣光 全身心投入到造车领域 抽身之际 雷军仍不忘强调 手机业务始终是小米的核心业务 自己将会保持足够的精力投入其中 也算是不忘初心了 从2010年创立小米 2011年发布1999元小米一代 开创中国智能手机高配低价先河 在到如今早已功成名就之时 亦然投身造车领域 并将造车称作自己人生最后一次 重大创业项目 雷军作为一名杰出企业家的魄力 是无用之以的 这也让小米汽车尚未正式发布 便已经比市面上的造车新旧势力们 多了一丝情怀 而略带遗憾的是 伴随雷军这次抽身 过去十余年 智能手机领域百家争鸣的光景 似乎也在宣告迎来终结 失去了隔空对骂 友商互损 与针锋相对的竞争 只剩下每年挤牙高班的无趣升级 作为消费电子品类的智能手机 终于走到与他的前辈们同样的结局 所幸的是 带着手机业务基本盘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和资源 雷军在新能源造车领域的战线才刚刚拉开 按照光班透露的消息 2024年上半年 小米汽车首帐将会正式打响 这一次放下手机重担 轻装上阵的雷军 是否能够重现1999元米1 给行业带来的震撼 依然值得期待